19号 台湾高雄市暴雨成灾 高雄市长韩国瑜治水成效受考验 韩国瑜表示 除高雄之外 台南 嘉义 屏东都出现淹水情况 但台当局却只是指责高雄 让他相当不满 高雄市长韩国瑜20号来到高雄市林雅区 净水大楼地下室 看到车辆迫在水里 交代市府人员尽快处理 我担心我们这个新的团队上来 第一次这么大的下雨 我们所有造的防灾的准备 都是最标准的 韩国瑜20号原本没有公开行程 被外界质疑 对高雄淹水情况视而不见 对此韩国瑜表示 一口气都没些 韩国瑜表示 高雄市19号暴雨过后 积水退得很快 证明轻雨有效果 而台当局却只指责高雄 让他相当不满 都在指责高雄 这是非常奇怪 现在下大雨只有高雄 下屏东没有下吗 台南没有下吗 桃园没有下吗 都在下 为什么要指责高雄呢